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东西它就是帮助我们发送请求的一个什么东西 它就是一个第三方模块 首先大家来到第一个字典 第三方模块是一个什么东西 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工具 Person的话就相当于是一台手机 你把request的话可以想象成第三方的一些软件 比如说微信 淘宝 这些东西 手机上面的一些APP可以这样去理解 像一般手机的话是没有去自配备这些东西的 所以说这些东西是需要你自己去安装的 是需要你去安装的 如果说有不会安装的东西 可以去找一下我们木质老师 去领取我们安装的一些资料 基础安装的资料 你们可以去领取看一看 到底怎么样去安装自己的一个软件 然后这个东西的话 也是我本来已经上传了的 可以去找木质老师需要 然后这是关于软件的一些东西 我就介绍到这里 大家现在看到的一个内容 也就是我们今天的界面 那它也是我们使用到的一个派项目 它就是派项目 你看吗 手把手交你给我当女朋友 你可以去加一下木质老师 说不定他能够传说你一点 能够传说你一点东西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然后今天这个案例的话 首先我还是先给大家去讲一下 我们今天是写一个 我们今天是用Person去写一个爬虫案例 好吧 那首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个内容 爬虫 爬虫来一个问号 爬虫是个什么东西 对吧 那为什么要用Person做爬虫 那首先的话呢 爬虫它是一个采集数据的一个工具 批量 注意前面来一个批量 那为什么说是批量采集数据呢 打个比方 比如说你某一天需要某一天浏览到这个什么 巴黎世家 斯瓦 比如说你某一天浏览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对吧 那你需要 你需要给你女朋友选一队 质量很高 然后评价都很不错的一双袜子 对不对 但是呢 你又不知道有多少商品 你的一个价位是什么样的 对吧 你需要通过这个价位呢 去找到一个合适的章品 然后呢 去分析 通过这个什么评论的好坏去分析 对吧 哪个袜子质量更好 对不对 那这样的一种情况呢 它就需要更多的一些数据的一些知识 没有 需要很多数据的知识 那我们这个爬虫的话呢 就可以去帮助我们 采集这些数据内容 就把这些内容呢 给它采集下来 对吧 然后呢 Person呢 也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分析 分析出一双最好的一双袜子 对吧 然后把它当作一个小礼物 送给你的 不好意思啊 可能里面没有啊 好吧 可以自己玩 对不对 背景咋回事啊 背景的话呢 是我自己换的啊 好吧 是我自己换的 你们也可以去把自己的背景 换成这种 好看的这种背景 好吧 这个 教程的话呢 反正找木质老师就可以了 好吧 我把木质老师微信发一发吧 就你们想要什么东西啊 你可以找木质老师去问 对吧 有的话一般都会给你们啊 OK啊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说到了爬虫 当然 这个爬虫的话呢 它不仅仅是去帮助我们采集 这个简简单单的这些袜子 对吧 不仅仅是这些啊 当然还有其他的啊 比如说这个图片啊 这个图片 文字 对吧 还有这个大家听到的一些音频 对吧 还有一些视频内容 啊 皆可以进行一个批量爬虫 对吧 啊 皆可以进行一个批量采集 好 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说到的一个爬虫 对吧 那我们刚刚其实提到了另外一嘴 是说我们爬虫采集下来的一个数据 对不对 那之后的话呢 可以对它进行一个什么 分析 是吧 对它进行一个分析 那这个就衍生出来我们Pathom的另外一个行业 另外一个岗位啊 可以说是 对吧 数据分析 对不对 明白吗 除了这个的话呢 我们之后的话呢 还有这个网站的一个开发 啊 还有这个人工智能 啊 啊 还有这个自动化测试啊 运维 等等等等 好吧 那这些东西的话呢 都是我们Pathom能够去做的一些事情 懂吗 自体颜色哪里改的啊 自体颜色就 找木贼老师就可以了啊 好吧 那这个自体颜色的话呢 可以在这个设置里面进行一个更改 好吧 在这个看到没有 还有这个东西啊 给大家介绍一个啊 因为可能大家在学习这个软件的时候啊 可能有些东西以前是用的这个什么 呃 啊 VS Code的 对吧 IDLE啊 这些东西啊 这些兵器啊 它能用吗 能用 对不对 但是它不好用 明白吧 呃 你们当 你们可以去换成这个Pathom啊 它有一个好处 对吧 它可以去把里面的一个功能呢 给它变成一个汉化的 明白吧 它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汉化的一个东西啊 OK啊 好吧 然后我们就正式开始了 好吧 这个也介绍了差不多了啊 那今天我们做的一个Pathom呢 首先先要带大家去呃 来分析啊 既然我们爬从数据 采集这个互联网数据 对吧 那首先第一个 我们就先得去分析一下这个网站啊 啊 对吧 我们今天采集这个 采集的是这个淘宝网的一个数据啊 好吧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来到这个网站 呃 来到这个网站之后的话呢 我们右键啊 先来去分析一下这个数据的一个来源 明白吧 我们要去采集某一个网站的数据内容 我们得先知己知彼啊 不然这个数据我们就采集不下来 对不对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通过右键 点击这个检查啊 来到当前这个开发者工具 那大家注意啊 啊 那大家注意 现在我们用到的这个工具呢 是我们这个谷歌啊 是我们这个浏览器里面配备的 对吧 那我也建议同学们呢 可以按照什么呢 可以使用一个谷歌浏览器啊 这个东西非常的好用 好吧 非常的好用啊 OK 然后呢 我们点击来到这个network 明白吗 那我首先来到第一个字典啊 在这个面板当中的话呢 大家会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栏啊 很多的这个选项栏 那我们今天主要会学习到的一个啊 主要会学习到的两个吧 好吧 两个啊 第一个是这个network 第一个是network啊 OK 那在network当中的话呢 会存在我们网页当中啊 在这个里面啊 在这个里面啊 会有我们网页当中的所有内容 明白吗 那所有内容就包括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些这个文字 对吧 图片啊 以及这个视频音频等等等等 对吧 只要你能够看到的啊 都可以在这个里面找到 明白吗 那这个是我们说到的一个network 除此以外的话呢 就是这个element啊 还有一个element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元素面板啊 它叫做元素面板 好吧 大家先记住这几个东西啊 元素面板 啊 这个相当于是一个网络面板 好吧 就我们网络当中的任何操作啊 就比如说你访问了某一些网站 对吧 访问了某一些网站 那你的任何操作都是有可能会被这个东西记录的 怎么样吧 都是会被它记录的啊 OK 然后的话呢 我们在这个网在这个面板当中呢 我们着重去讲这个network 好吧 因为我们首先的话呢 来到这个网站 我们需要去找到的是这里面的一个数据内容 懂吗 我记得有中文的吧 这个玩意儿啊 它可以改成中文的 可以改成中文的啊 你可以点击这个设置 你看吧 设置里面的话呢 有一个语言的一个选项啊 可以改成中文的 好吧 当然这里面我就不去看了啊 对吧 因为我也不是太能 我也不是很能够看得懂啊 好吧 来到这里面之后的话呢 首先大家要做的第一个步骤是干嘛呢 是刷新这个网页 你看吗 刷新这个网页 那刷新完之后的话呢 这里面会出现很多很多的数据包 懂吗 会出现很多数据包 这里面有一些图片 对不对 有一些图片 还有一些这个文本的一些内容啊 都在这个里面 对吧 那我们需要去找到的一个内容呢 就是出现我们所有商品的一个数据包 对吧 因为它是有一个唯一的数据包的 因为这里面你看到有很多很多 对吧 但是我要找到唯一的一个啊 里面不仅有商品 还有这些文字内容 对吧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目的啊 也就是我们分析这个网站的一个目的 对吧 就是去找到 找到咱们的一个数据来源 对吧 那什么数据呢 就是这些商品数据 对不对 但是问题来了 这里面的话呢 又有又有这么多的一个数据包 对吧 我们怎么去确定我们想要的数据包 在哪一个位置 是吧 这是一个问题 对不对 那我接下来介绍第二个东西 是关于这个放大镜 你们看到没有 在这个右方啊 不对 左方啊 在这个左边有一个放大镜 你们可以去进行一个点击 好吧 点击完之后的话呢 可以在这个搜索框里面啊 去搜索一些内容 举个例子 我可以去搜索这个标题 看到没有 我可以搜索这个标题 然后呢 通过这个回车 它可以去给我们找到 唯一的一个数据包 好吧 可以给我们找到 唯一的一个数据包 那这个数据包的话呢 对应者就是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内容 所在的一个位置 我们可以再次点击一下它 对吧 找到之后再点一下 好 当我们点击完之后 在这个右边会弹出一个新的窗口 好吧 在这个新的窗口里面呢 又有很多的一些 又有很多的一些栏目 看到没有 又有很多的栏目 举个例子 比如说大家看到的这个 首先第一个 会看到这个Response 那一般你看到这个Response的话呢 其实你去翻译一下就知道 它是一个响应的一个意思 是一个响应的意思 那我们爬虫的话呢 就是去模拟浏览器 去发送请求 那模拟浏览器的话呢 就是比如说你去模拟 假装你自己是一个浏览器 对吧 然后的话呢 去访问这个网站 然后访问完这个网站之后的话呢 它会给到我们一些数据内容 那这个数据内容的话呢 就是我们说到的一个响应 能不能懂 这个地方一定要能懂 好吧 之前那些敲铃的同学 没有技术同学 能不能懂 对不对 那现在的话呢 我们看到的这个Response 就是对方服务器给到我们的一个数据 能懂 可能 可能 好吧 那可能是我说的不够详细 我顺便给大家画一张图 可以吧 我给大家画张图 举个例子 像我们现在的话呢 比如说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浏览器 不对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电脑 然后呢 这边是对方的一个服务器 你看吧 比如说这个是淘宝的一个服务器 这个是淘宝 对吧 淘宝 然后这边呢 是我 这边是我 对吧 那一般来说的话呢 我们通过 比如说这个是浏览器的时候 对吧 我们是向对方去发送请求 那请求的一个意思 大家记住 请求的一个意思 就是找对方去要数据 你看吧 找这个淘宝去要数据 那淘宝收到你这个请求之后 它会怎么办呢 对吧 对吧 它就会把这个数据给我们 懂不懂 它就会把这个数据给我们 那这个给数据的一个过程呢 叫做响应 明白吗 那这个响应的话呢 会给到我们的一个数据内容 会把携带这个数据内容 一起给到我们 好吧 那我们这个浏览器的话呢 就进行了这个操作 但我们如果说 你要去实现这个效果的话呢 就是需要通过这个 咱们的一个代码 对吧 通过咱们这个代码 去模拟浏览器 去执行这个步 去执行这个步骤 懂吗 问一下到了 在PangetAuto上面的时候 遇到反帕机是怎么办 对吧 遇到反帕有反反帕 懂吧 我们今天会接触到的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介绍第二个内容 这个Response 大家应该都了解了 对吧 应该都没问题 对不对 都没问题的话呢 我们来到第二个 在这个Headers里面 同学们 回到这个Headers 在Headers里面 会存在于我们数据 所对应的一个什么呢 对应的一个链接 你看到吗 像这样的一串链接 就是我们数据 数据所在的一个网址 你看到吗 数据所在的网址 然后呢 我们要去访问的一个网站 就是它 不要想的就是它 懂吗 可以吧 然后的话呢 在这个网站当中的话呢 我们就介绍了两个东西啊 当然还有一个东西 我们待会儿再介绍啊 还有这个Playload啊 这个我们待会儿再去讲 好吧 那这个东西的话呢 就是其实这个就是 我们今天需要去访问的一个 什么呢 数据来源的一个网站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们数据来源的一个网站啊 就是我们待会儿去访问的 好吧 那这个就是前面这些东西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 比较简单的一个思路分析 懂吗 就相当于一个思路的一个分析 我们思路分析的话呢 就是为了去找到我们数据来源啊 为了啊 为了找到数据来源的一个 所在的一个的一个网址 懂吗 伪装成我啊 那伪装成我也没用啊 对吧 好吧 然后这个思路大家明白吗 对吧 那明白的话呢 我们就去讲这个代码的一个实现啊 那通过代码的实现呢 那主要来说是分为四个步骤 好吧 但以后再写爬送的话呢 基本上也是按照这四个步骤去执行的 首先第一个是发送请求 我们今天也是按照这个步骤去做的啊 好吧 发送请求的话呢 我们刚刚介绍到了 对吧 它是个什么 它就是去访问这些网站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步骤的话呢 是获取数据 这个就问题来了啊 对吧 我要获取什么数据 就是这个啊 大家看到的这个响应 对吧 还记得我刚刚画的这张图吗 对吧 还记得我刚刚画的这张图吗 可能这张图不见了啊 可能这张图不见了 我看一看能不能找到啊 来看一看 对不对 还记得这张图吗 对吧 我们要的东西呢 要获取的东西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响应啊 就是这个数据内容 能懂吗 好吧 然后这是第二个步骤 我们要去做的 对吧 就它嘛 我们把这个东西拿到 对不对 好吧 这是第二个步骤啊 第二个步骤做完之后的话呢 是第三个啊 第三个呢 是解析数据 好吧 那关于解析数据的话呢 其实就是去干嘛呢 对吧 就是去这个 筛选数据啊 不要停止这个解析数据 好像是感觉 听填书一样 对吧 不要啊 对吧 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就筛选数据 对吧 在这个 这么多的一些网页原代码里面 去提炼出一些 我们需要的内容 对吧 筛选一些我们不需要的内容 去掉一些我们不要的内容 对吧 这个是我们第三个步骤 做的一个东西 懂吗 然后最后一个步骤的话呢 我们是保存数据 我去洗个澡 老师能能弄我吗 你可以边洗澡边看 这个不可能的 对吧 你不要问我 你问其他人能不能等 好吧 这个一般不能等 好吧 我们之前就有同学 边洗澡边看 还有人边上厕所边看 对吧 不要想 真的有 但是有回放 有回放 我们有录播的 好吧 我想到了王同学 我也想到了王某某 好吧 然后首先我们先来通过代码 去实现第一个步骤 发送请求 好吧 先来导入一个模块 import一个request 大家注意 这个import的话呢 其实就是一个导入的一个意思 懂吗 就相当于你现在去导入 你已经 就相当于你现在打开 这个手机淘宝一样 你通过手机打开了 这个手机淘宝 对吧 那这个的话呢 就相当于我们通过这个import 导入了什么 导入了这个第三方模块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它是一个第三方 模块 那它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呢 对吧 它就是去帮助我们 发送请求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作用 对吧 然后的话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request 去帮助我们执行 第一个步骤 发送请求 好吧 然后首先我们来到这个 用这个request 那我们问题来了 我们怎么去触发 这样的一个东西呢 对吧 怎么样去触发 通过这个点 对吧 去触发里面的一些功能 明白吗 去触发里面的功能 比如说 对吧 点一个get 对吧 比如说你点一个get 点get的话呢 可以去帮助我们发送请求 我们今天用到的 它里面有很多 有很多很多的功能 明白吗 就比如说你去 拿一个工具包一样 对吧 拿一个工具包里面 有扳手 有这个旗子 有很多很多东西 对吧 那我们要用到的是这个get 明白吗 那有些人可能说 老师为什么是点get呢 对吧 其实是有原因的 这个不是说 我们说点什么 就点什么 是有原因的 大家先来看到这个网页 来看到这个headers 好吧 来到我们刚刚那个数据包 看到这个headers 在这个headers里面的话呢 对吧 第一个是一个链接 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链接 那紧接着在下面 大家会看到另外一个东西 是这个response method 好吧 response method 那这个东西的话呢 它就是我们 请求的一个方式 对吧 请求的一个方式 那这个东西的话呢 我们就需要去 对吧 就需要去指定它 为一个get 看到没有 它是一个get 那我们真正来说 需要去指定的 就是一个get 对吧 那老师问题来了 对吧 它是post的呢 post呢 对吧 那我们就用post的 懂吗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 请求方式 OK 那针对 等一下 好吧 那针对这个东西的话呢 我们今天干嘛呢 对吧 就来 先指定一个url 把这个url的话呢 我们来 复制一下 复制一下 好吧 粘贴 可以吧 先粘贴 粘贴完之后的话呢 这个url 也是我们的一个链接 对不对 这个链接的话呢 我们就已经准备好了 对吧 通过一个url变量 对这个内容呢 进行了一个接收 对吧 进行了一个接收 然后呢 这个url 那指定的就是谁呢 你看到没中间有个等号 对吧 指定的就是这双链接 对吧 那我们需要去访问的一个内容 是什么呢 对吧 我们下面点get的话呢 里面是需要传东西的 同学们 对吧 是要传东西的 举个例子 对吧 我们现在要访问这个网站 那我们就把这个网站 通过变量的一个形式 给它传进来 好吗 我再发言 你们能看到吗 能看到 能看到 好吧 好 然后呢 这个请求 我们就可以通过 这么简单的一行代码 两行代码 就可以去搞定了 对不对 可以吧 有没有问题 大家不要害怕 就有问题的同学 可以及时方言 尤其是没有基础同学 千万千万不要害怕 好吧 千万不要害怕 大胆问 可以吧 这里面还是提醒一下大家 就可能说有些没有基础同学 怕自己什么呢 怕自己没有基础 结果导致 可能说有人会嘲笑你 不会的 好吧 不会的 在我这里都是没有基础的 好吧 有问题可以随时问我 这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右边是有行 不对 怎么左右不分了都 在这个左边 是有这个代码行数的 有哪个地行 有哪一行看不懂 你可以直接问我 没有吗 这是录播吗 对 没错 我们今天是一个录播客人 对吗 好 然后的话 我们来先把这个 接受一下 因为我们刚刚说到 对吗 因为我们刚刚说到 就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是一个 它会给到我们一个响应 对不对 会给到我们一个响应 我还是来到那张图 对吧 还是来到那张图 看到没有 还是这个东西 对吧 在这里面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对吧 我们实际上发送请求 这个步骤指定的是什么呢 指定的就是这个 对吧 就比如说我们通过request 点一个get 发送了一个请求 对不对 那就相当于我们上面的这个步骤 懂吗 然后呢 对方淘宝就接受到这个请求 它会给我们一个响应 当然 大家注意 尤其是像这种网站 它不可能 就这么简简单单的 你要我就给你 对吧 就像你去追女朋友一样 对吧 你喜欢它 它就必须跟你在一起 可能吗 不可能 对不对 不可能 明白吗 所以的话呢 这里面我们需要去加一些伪装 可能呀 举个例子嘛 举个例子 不要跟我杠 不要跟我杠 千万不要跟我杠 就杠 好吧 那你杠吧 我不跟你杠 好吧 OK啊 然后 我发现你们总是喜欢让我下部来台 对吧 我只能自己找个台阶下了 对吧 你们都不找台阶让我下的 好吧 所以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需要去加一个伪装 那大家注意啊 这个伪装的话呢 就相当于我们 对吧 去要数据的时候 我们小小的去戴一个头套 对吧 不能说头套吧 这样太猥琐了 对吧 就相当于做一个 戴一个面具 好吧 一个面具 不能说头套 好吧 戴一个面具 然后戴个面具之后呢 他就以为什么呢 以为我们是一个浏览器 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说到的一个什么呢 说到了我们爬上的一个本质 对吧 爬上的一个本质 它就是去模拟浏览器方式 对吧 那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连模拟都没有模拟 他怎么可能给我数据呢 对不对 那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就需要去加上这个Headers Headers的话呢 它就是一个伪装 明白吗 就是一个伪装 OK 好吧 我写一个注释 它就是一个伪装 那伪装的话呢 在我们这个Pathom里面 是以字典的一个形式存在的 明白吗 就相当于同学们 之前有同学是学过C语言的 对吧 那C语言的话呢 有一些数据 有一些这个数据容器 对吧 比如说这个列表 这些之类的 对不对 还有这个 Set 这个集合 对不对 那这种的都是有的 是不是 那我们这个的话呢 在我们Pathom里面当中 是一个字典 那这个东西的话呢 我们怎么去加呢 对吧 伪装的话呢 是我们自己加的吗 不是 不是啊 注意一定不是的 在这个Headers里面 对吧 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这个Headers 跟我们刚刚定的一个Headers 名字是一样的 那证明着 它们一定有关系 对吧 它们一定有关系 而且关系不小 对不对 在这个下面的话呢 大家会记住到两个关键词 一个叫Response Headers 好吧 Response Headers 这个是一个响应头 你看到吗 就对方服务器 给到我们的时候 给我们数据的时候的 一个响应头 那我们需要的一个东西呢 是这个请求头 懂吗 需要的是下面这一个 请求头 懂不懂 需要的是这一个 好 那我们给它展开 懂啊 好吧 请求还记得这两个字 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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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背下来 对吧 背不下来 你给我多听几节课 我让你一辈子都忘不了 好吧 OK 然后来到这里面之后的话呢 你会看到有很多的东西 好吧 有很多的东西 这里面有很多内容 对吧 那我们需要的内容 是从哪里开始呢 我这里面就不去给大家介绍 这里面的一个参数的一个定义了 好吧 因为这里面的话呢 每一个字段啊 每一行都有它的一个特定的一个意思 我去从头到尾去介绍的话呢 太耗时间了 而且没有意义 对吧 而且没有意义 好吧 所以说我们去 把这下面的一个内容啊 从这个cookie开始 对吧 从这个cookie开始 往下面去复制 一直到最后面 结束 对吧 没有记住的东西可以不用去多想 把这一段内容给它复制下来就可以了 好吧 你不用去想这里面是什么意思 好吧 你不用去想啊 你就把它当成一个面具 懂吗 这个面具你不戴 那你就 你就可能会被抓 你看吧 好吧 然后这里面是当日和二啊 然后点击全部替换啊 替换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变成了一个字典的一个形式 然后的话呢 其实我们主要 主要留什么呢 主要把这三个留下就可以了 对吧 好吧 主要把这三个留下就可以了 对吧 一个叫cookie 一个叫refer 一个叫ua 好吧 那这个cookie的话呢 就相当于我们用户的一个信息啊 用户的一些信息 好吧 你就先这样去理解啊 没有记住的学习就先这样去理解 好吧 然后第二个是这个refer refer的话呢 就相当于一个防盗链 懂不懂 防盗的一个链啊 防盗链 对不对 这个很容易记吧 对吧 这个就是为了去防止有人盗取他的数据的一个东西 好吧 然后还有第三个 是这个ua 那ua的话呢 就是关于这个浏览器的一些基本信息 懂了吧 那我这里面为什么要加这个内容呢 对吧 是不是就一目了然了 对不对 我为什么要去加这些东西 对吧 因为它能够让我们这个请求变得更加的逼真 对不对 怎么替换的啊 这个替换的话呢 是我们通过啊 你们看一下啊 通过这个win 不对 counter counter加一个f counter加一个f 然后掉出这样的一个框框 对吧 然后在这个框框里面选中这些内容 对吧 我把这个图发给你们吧 好吧 然后这个步骤的话呢 我们之前有去写过啊 有去写过 但今天好像没有去写 你们如果说不知道怎么替换的 那很简单 如果说有不知道怎么替换的啊 对吧 有多少同学不知道怎么替换的 不知道替换的东西 可以小维一让我看一看吧 是用政策表达式吗 没错啊 这个就是一个政策表达式的替换 好吧 那我从头去教一下你们好吧 我把这里面东西删掉 我从头教一下你们啊 这个是一个小技巧 可以去加快 可以去加快你们写代码的一个速度 好吧 等一下在这里 OK啊 然后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把这个内容重新给它复制下来 copy 对吧 Counter加C 这个应该会 对吧 复制完粘贴进来之后 对吧 然后第一个步骤 选中这个你要替换的内容 好吧 选中它啊 然后呢 通过Win 不对 通过Counter 啊 就是这个唱跳rap篮球啊 这个左下角这一个键 对吧 然后呢 Counter加一个R 好吧 然后的话呢 在这个 它会弹出一个框框 啊 这个框框 大家注意啊 可能某些人的版本 跟我不一样啊 某些东西的版本 跟我不一样 好吧 所以说你们的建议啊 你们安装我这个版本吧 好吧 如果说没有技术中学啊 有技术中学都另当别论了 对吧 应该都能找到 好吧 那如果说是这个没有技术中学啊 你就找到这个东西 好吧 找到它 然后呢 干嘛呢 对吧 在第一个圈圈啊 这个一定要点亮啊 记住啊 这个一定要点亮 好吧 然后在第一个框框里面 输入这个括号 点心问 好吧 括号啊 这些都是英文输入法 状态下的一个东西 好吧 你不要给我输入一个中文的括号啊 好吧 然后呢 在第一个括号里面输入这些 啊 在第二个括号里面输入这些 对不对 看到没有 好吧 点亮就代表激活 正在表达师匹配内容了 对没错啊 理解的很透彻 好吧 然后呢 把这条内容输入完之后 点击这个全部替换 懂吗 点一下它 哎 那它就已经替换好了 看到没有 就已经替换好了 然后呢 只需要把这些不用的 给它干嘛呢 给它干掉 当然你也可以不干啊 可以不用给它擦掉 好吧 OK啊 然后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就执行这个 下一个步骤 好吧 获取数据 你明白 获取数据啊 那获取数据的话呢 首先我们先来啊 学废了啊 学废了 可以啊 好吧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去先来 第一个啊 先把这个Response 先给它打印一下啊 通过这个右键运行 来看一下 嘎一下啊 200 对吧 那大家看到这个200的时候 就应该多多少少 要什么呢 要这个 这个提起来的心啊 就要放下一半了 你看吗 就要放下一半了 为什么呢 对吧 这个就证明什么 就证明你现在已经 请求成功了 请求成功了 对吧 就比如这个啊 没错啊 这个情书成功 对不对 啊 情书成功啊 对吧 就相当于你什么呢 对吧 相当于你就表白啊 你已经把这个情书 已经递给他了啊 他已经收下了 对吧 但是 还有一个问题 哎 就是我们有没有拿到 这个内容 对不对 我们还不知道啊 我们说到的 对吧 这个数据内容 他最有可能啊 就在这个里面 对吧 就在这个里面 只不过我们现在看不到 对不对 那我们怎么去给他拿出来呢 通过点 对吧 还是一样啊 通过这个点号 去触发这里面的一个test test的话呢 就是一个文本的意思 对不对 就是一个文本的意思 点test的话呢 就可以获取里面的一个文本内容 好吧 我们通过右键运行 来看一看 看到没有 那我们的一个网页内容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了啊 在这个里面 就全部的给他 打印出来了 对不对 全部打印出来了 那接下来 我们要做的一个步骤呢 就是 相当于是我们今天 今天来说吧 对吧 比较 不是比较难吧 对吧 相当于我们今天 最难的一个东西 就是解析数据 好吧 就是解析数据啊 所有的元素 都在这个里面吗 没错啊 所有的元素 它都在这个里面 对吧 就 当然啊 有一些它是不在的 这个不在的东西 应该一般是我们不要的 但是我们需要的内容 因为我们刚刚分析了嘛 对不对 我们刚刚在这里面分析了 对吧 就比如说我们再换一个商品 对不对 那比如说我们换第二个商品 去搜一下 它同样还是在这个链接里面 看到没有 它没有任何的变化 对不对 也就证明着 当前这个数据 它都在这个里面 可以吧 一般来说你分析一两个两三个 就能够看出到一个规律来了 可以吧 好吧 而且这个内容 它 这个解析数据啊 首先我先让大家学一个 学一个东西啊 不是学XPath 不是学这个XPath 学一个我们上面讲到的一个Headers 好吧 讲到的这个Headers 也不是CSS 也不是CSS 不要去瞎猜色了 不要去想了 你是猜不对的 好吧 二一 被你小猫碰上死耗子 给你碰对了 没想到 竟然被你碰对了 好吧 但是你只对了一半 你只对了一半 大家先看到这个内容 通过我们这个搜索 我们接下来解析数据 还是想要拿到这个网页 因为这个内容 它是跟我们这个网页内容是一样的 对吧 我们不信的话 可以来看一看 就这两者之间 有没有什么区别没有 对不对 把刚刚那一串内容复制 然后在里面找一找 有没有我们想要的内容 对吧 你可以看到它有 对不对 它有 如果说它有的话 那就证明着 对吧 没问题 懂吗 没问题 但是如果有同学 注意 这里面一定注意 如果有同学 通过这个步骤 对吧 这个步骤里面没有收到 这个东西没有收到 好吧 就你收任何一个商品 如果说你没有收到 那一定要注意 可能你 大概率是被反扒了 懂不懂 你大概率应该是被反扒了 好吧 木质老师别看了 木质老师经常看 木质老师经常看 这个 希望我下课还能活着 好吧 然后现在的话 我们就要去提取这个内容 提取这个内容 对吧 当然提取的话 大家通过这个搜索之后 你会发现一个 有意思的东西 就所有的数据 对吧 所有的一个内容 它都在这一行 看到吗 它都在这一行 都在这一行 都在这一行 不要想了 它都在这一行 对吧 不信的话 我们可以来看一看 对吧 比如说我们去换一个商品 来换一个商品 换一个下面的 在这个里面 你可以通过Country F 来找一找 对不对 当我们滑到这个最前面 你发现 还是这个 你看吗 也就证明着 我们想要的数据 都在这一行 对吧 那就简单了 对不对 那就简单了 而且我现在给大家介绍 另外一个知识点 是什么呢 是关于我们这个 Person语言当中的一个字典 好吧 Person语言当中的一个字典 字典是一个数据容器 是一个数据容器 里面会存储一些数据内容 举个例子 对吧 像你们现在能够在这个下面 看到这样的一个东西 好吧 看到这个东西 比如说这个后面是 哒哒哒哒哒一大堆 这个我就不管了 后面一串内容 我就忽略了 好吧 我就先忽略了 来 大家先看到这个 你会看到 在我们Person语言中的一个字典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形式 对吧 如果说有人间听的东西 应该知道 应该是知道的 对吧 上面我们说到的这个Headers 其实它就是一个字典 那么理解 它就是一个字典 然后的话 这样的字典呢 一般是以这个键 一般是以这个键之对的一个形式存在的 你看到吗 比如说 它里面的话呢 有多个内容 对不对 这里是ABC 有多个内容 对吧 然后呢 是以逗号隔开的 对吧 是以逗号隔开的 然后前面一个内容呢 对吧 是我们想要的第一个数据 对吧 第一个数据的话呢 可以看到PageName 对吧 这个呢 就这样的意思 比如说它是一个 改一下 键 一 对吧 这个键 它是一个键盘的键 不是说它很键 好吧 然后还有第二个 冒号后面的东西呢 我们叫做直 对吧 直 懂不懂 然后呢 这个东西我们给它改一下 它叫做键 二 然后呢 后面这个叫做直 二 懂吗 能不能明白 好吧 然后呢 一般来说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内容 对吧 一般来说我们想要的数据 它是存储在这个直里面的 懂吗 它是存储在这个直里面的 这个键它只是一个 相当于你们去查字典一样 对吧 它相当于一个拼音 能不能明白 它相当于一个拼音 这个例子能懂 就可以敲一个一 好吧 这个作用很大 是我们待会儿的一个 这节课的一个小重点 好吧 可以啊 知道了 然后这个东西的话呢 我们如果说是想要获取这个直 怎么办呢 对吧 比如说 这个东西它有一个名字 这整个它有一个名字 它叫做A 好吧 它叫做A 那如果说我要获取这个直一 怎么办呢 对吧 如果说我要获取这个直一 我是通过这个A 然后一个中和号里面去写一个引号 对吧 当然这个引号 单引号跟双引号都是OK的 好吧 都是OK的 然后呢 你要获取这个直一 怎么办 中引号写一个直 写一个键一 就可以获取到这个直 能不能明白 对吧 那问题来了 现在就要进阶了 对吧 现在就进阶了 那如果说这个直 对吧 这个里面的直 它可以是任何类型 包括它很有可能 它还是一个什么呢 对吧 还是一个字典 对不对 就跟这个套娃一样 这个里面它又有这个什么呢 又有这个这个 键 键三 对吧 冒号空格 冒号 然后呢 这个直 三 懂吗 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 我想获取到这个直三 来 有没有同学回答我 我怎么获取到这个直三 记得举一反三 啊 同学们 对吧 我怎么获取到 有同学知道吗 对吧 便利啊 不是便利啊 不是便利 对不对 我后面该怎么写 有同学答对了 这个故事 指于寒冬同学 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要获取这个直三的话呢 我要在这个后面 注意啊 再来一个中和号 引号 这个键 对吧 键三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呢 可以获取到这个直三 对吧 一层一层来 明白吗 那我们接下来去做的一个内容 比这个可能说 嵌套的一个程度 可能更加复杂一些 好吧 但是这个基础你们学会了 就基本上你去 你去解析数据就没什么问题了 好吧 就没什么问题了 好吧 然后这个是我们说到的一个字典 当然 那现在的话呢 我们现在要去获取到这个 里面的一个内容 对吧 我们需要把这个字典 对不对 看到没有 这里面它是有一个字典的 对不对 我需要把这整个字典呢 给它拿下来 能不能理解 我需要把它拿下来 那怎么去拿下来呢 对吧 我现在要去学习第二个东西 inpro的 我们先导入第二个工具 对吧 这个工具是21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21呢 去帮助我们解析数据 好吧 来我们使用一下这个21 21点一个final OK 点一个final之后的话呢 我们首先 先把这一行的一个行手 给它复制下来 好吧 把一行行手给它复制下来 然后呢 把这个末尾的这个分套呢 也给它复制下来 干嘛呢 对吧 把这个末尾的这个引号 也给它复制下来 给它丢在这里 对吧 然后呢 这个中间 这个内容是我们需要的 那我们需要的内容呢 我们就用一个 小括号过起来 需要的内容 用小括号过起来 然后里面的话呢 写什么呢 点心 就可以了 对吧 就可以了 不要加问号了 不要加问号了 可以吧 点心的话呢 这两个点心 给它解释一下 它的话呢 是匹配 匹配 任意字符 零次 或者多次 能不能明白 当然这个换行除外 换行除外 能懂吗 这个就是点心的一个意思 好吧 然后呢 我们要在哪里匹配呢 在这个里面匹配 好吧 匹配完之后 它就是一个 Jason的一个STR 好吧 一般Jason的话呢 它就是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字典 好吧 它们两者之间 是可以进行一个互换的 那么明白 好吧 然后呢 我们再来运行看一看 它给我匹配到了一个空的 对不对 那这个是为什么呢 对吧 我也不知道 对吧 我也不知道 那我们就先来答应一下 是不是 好吧 就先来答应一下这个东西 OK 然后我们再来找一找 对吧 那就没问题了 看到没有 对吧 没问题了 这个网站有些时候有点抽筋 大家这个 对吧 稍微注意一点就可以了 可以吧 看到没有 对吧 在这个最下面 最下面的话呢 给我们匹配到了 我们需要的内容 好吧 这个就是一个字 当然它还不是字典 好吧 它还不是字典 我们需要给它提起出来 好吧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在那里面 来一个中国号 来一个零 OK 好吧 那来完一个零之后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干嘛呢 注意啊 就这个内容的话呢 是一个 是我们的一个 字典类型的一个数据 字典类型的数据 懂吗 字典类型的数据 那这个内容的话呢 我们现在不好去对它 多进行个调试 因为我也怕被封 对吧 没错啊 我也怕被封 那怎么办呢 对吧 我们打开一个新的网页 我们可以搜索一个JSON 然后点击 随便点击一个 懂吗 随便点击一个 然后点击这个JSON仕图 然后呢 把这个复制内容给它粘贴 对吧 然后呢 点击一个格式化 这个网站不行啊 换一个 来 把它粘贴 好吧 粘贴完周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啊 当我们把刚刚复制的一个内容呢 对吧 粘贴进来之后 在这个右边 对吧 它就会出现一些新的内容 对不对 就会出现一些新的内容 那这个内容的话呢 就相当于什么呢 就相当于把这个内容 把这右边的 不对 把这个左边的 进行了一个格式化的一个展示 看到没有 进行了一个格式化的展示 弄明白吗 我扩大一点点 扩大一点点 对吧 干货老师 结果我讲半天 我是给你们去 难道你以为我讲的不是干货吗 建议包包 没有了 到现在还是懵 是不是该从基础开始学习 是的 基础还是得学的 就你如果说前面 因为今天这个内容 它确实 对于没有基础同学来说呢 会有那么一点点的难度 会有一点点难度 但是这个没关系 你课前能听懂思路就可以了 好吧 能听懂思路就可以了 就主要我给你们 没有基础同学的一个目的呢 就是让你们能够听懂思路 懂吗 讲话中 如何分析网页数据 来 这位同学 这位同学点名批评 对吧 这位同学点名批评 你是 好像你是来听我的课 从头是听我的课吧 对吧 我课前的话呢 其实就已经一直在介绍 这个分析网页内容 对吧 就一直在分析网页内容 然后现在的话呢 也是在介绍这个东西 对吧 就可能你没有仔细听 好吧 还建议你仔细听一下 好吧 这个我其实是讲了的 其他同学可以作证 这个分析网页内容 分析网页数据 我是讲了的 好吧 就这个东西 这个前面同学可以作证 对吧 有同学给我作证吗 应该有的吧 对不对 好吧 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呢 是去提取这个数据内容 我是讲了的 可能是你刚刚才来吧 好吧 这个没办法 然后有同学说 会有点蒙的没关系 会有点蒙的没关系 好吧 还重复一下 很多同学去学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可能会接触到 接触到这些东西 对吧 接触一些新的东西 可能你会有一些不适应 对吧 但当你接触多之后 你就发现你慢慢地 会适应这个东西 对吧 然后呢 会接触这个东西 对吧 这个是一个熟悉的一个过程嘛 你经历过就好了 好吧 然后呢 通过我们这个格式化的一个展开之后的话呢 看到没有 对吧 展开之后啊 在这个右边 你会看到 它有这么样的一些数据内容 看到没有 对吧 那这个就是我们啊 不要多想了啊 它就是我们的一个商品数据 看到没有 在这个右边 对不对 有它的一个标题 是不是啊 这个什么 神器啊 对吧 云服务器都这么便宜的吗 对吧 那可不 可便宜了啊 然后我们接下来要提取数据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啊 我们刚刚讲到知识点就要用到了 对吧 我们刚刚讲到知识点就要用到了啊 它是一个字典 对不对 它是不是一个字典 是不是 那如果说它是字典的话呢 是不是可以通过中国号去取值 是吧 我发现你们啊 我都还没有想开始打广告啊 你们就已经先开始了 对吧 要不你们直接帮我打广告得了啊 好吧 可不可以啊 要不你们直接帮我打广告得了啊 开玩笑啊 我们还是先 先讲知识点 好不好 先讲知识点啊 这个知识点不讲 对吧 凭什么打广告呢 对不对 我不把你们先讲好 不要 不让你们学懂 对吧 怎么去证明我们系统课程可以教会你们呢 是不是 好吧 然后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需要对这个 因为这个内容我们拿到它是属于什么呢 属于一个字符串类型 懂不懂 它是属于一个字符串类型 对吧 那我们需要去提及的话呢 那就需要干嘛呢 对吧 我说到它是一个字符串 字符串 对吧 那它既然是一个字符串 对吧 就肯定 不能用这个什么呢 不能用这个 见识对 这个见识对取值 你看到吗 不能用我们字典的一个方式去取值 懂不懂 但是没关系 对吧 没关系 我们可以转 对不对 可以转 这个没关系的 好吧 那怎么转呢 通过这个结识模块 对吧 这个就相当于做手术 对不对 把我们的一个内容呢 做一个小手术 这个可以是一个结识模块吧 好吧 比如说 举个例子 我只是举个例子 对吧 你去泰国 对吧 你去泰国 原本呢 对吧 原本呢 你是一个男生 对吧 但是呢 你想通过一些手术 先变成女生 对吧 这个就是 就是这个意思 就这个意思 你们去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好吧 OK啊 然后这个东西呢 我们用一个DCT去做一下 好吧 那这样的一行代码呢 可以把它进行一个类型的转变 可以进行一个类型转变 但是它的一个内容是没有变化的 能不能明白 它的内容是没变化的 就比你去做手术一样 对吧 虽然 虽然你的一个 对吧 虽然嘎啥了 但是呢 你的一个本质 还是一个难的 对不对 这个是没有变化的 懂吗 所以说的话呢 我们经过这样的一个转换 就这样的一个意思 好吧 然后的话呢 我们转变好之后的话呢 我们需要去提取 懂吗 需要去提取 那怎么去提取呢 中国号 对不对 中国号 好吧 然后的话呢 我们首先先提取这个 因为大家看到的一个数据内容 数据内容在这个title 在这个里面 对不对 那我们去提取的话呢 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层级关系 一层一层往下面去提取 对吧 首先的话呢 我们提取它 对不对 然后的话呢 提取这个 下面的一个 下级的一个内容 对吧 提取它 对不对 取它 然后的话呢 这个就相当于是一个比较重复的步骤了 对吧 你就按照这样一个成绩 翻取一层一层往里面去取就可以了 小心淘宝的安全人员 警告你 警告就警告嘛 对吧 又不是没有被警告过 大不了我就删了 记得啊 以后剪辑的老师可以把这个 把这段话给它剪掉 可以不用留在这个里面 好吧 把这句话可以剪掉 不要留着 OK啊 然后我们来一个循环 先循环这里面的一个内容 好吧 那现在的话呢 我们提取到了一个 中国号了 那大家注意啊 这个中国号的话呢 就是一个列表 那列表的话呢 我们是通过这个 零二去举之的 对吧 比如说啊 你想要 这里面有很多商品啊 来看一看啊 折叠一下啊 有很多的这个商品 这里面每一个object的 就是一个商品 好吧 那我们需要提取这里面的一个内容呢 就不是通过建制队 直接提取了 对吧 是要通过这个中国号 比如说你想取到第一个 那你就写一个 就相当于什么呢 写一个中国号啊 最后面写一个中国号 然后来个零 对吧 第二个就写一个一 第三个就写一个二 对吧 这个是从零开始的 当然我们为了方便 我们就直接用循环 好吧 就直接用循环啊 然后的话呢 这个里面 对吧 还用我多说吗 同学们 对不对 还用不用我多说 是不是你按照这个东西去 一层一层提取就可以了 是不是 好吧 首先先把这个标题提取出来 对不对 先提取标题啊 好吧 这个就是标题 然后我们复制一行 复制一行以后的话呢 就是一个 这是图片的一个链接啊 好吧 就如果说喜欢图片的朋友们啊 喜欢图片的同学们 对吧 懂了吧 喜欢图片的人啊 就可以把这个也给他拿下来 好吧 还有啊 懂啊 懂啊 懂 懂就可以啊 懂那我就不用多说了啊 然后还有这个详情页啊 也可以把这个详情页给他拿下来 对不对 除此之外的话呢 还有很多啊 我发现很多同学越来越懂我了啊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啊 嗯 啊 啊 OK啊 然后的话呢 除了还有他的一个地址 啊 这个是地址啊 把这个地址也拿一拿 好吧 然后还有这个 啊 这个是多少人付款呢 啊 这个是销量 对吧 销量啊 这个是挑袜子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东西啊 然后还有这个专卖店啊 是哪个店铺的 对不对 OK 把这所有的内容呢 都给他准备好之后的话呢 我们统一的给他来接收一下啊 来吧 统一的给他接收一下 OK啊 然后呢 替换一下啊 我上课基本都开始了啊 我有吗 怎么改的这么快啊 因为我快呀 这还用想吗 你没发现吗 对吧 难道我要下次搞一个建位给你啊 要你看一看我的速度 对不对 当然这个是敲代码的速度啊 不要去想这些奇怪的东西啊 脑子里一天到晚想去什么啊 OK啊 然后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个内容呢 可以去提取下来啊 好吧 三秒爷 好吧 现在给大家提问的时间啊 有问题 现在同学们可以提一下问 好吧 老师注意身体 我好得很啊 好吧 这个东西我们先来看一看它的一个效果 好吧 然后我们要把这个内容给它保存下来啊 要保存下来 等一下能看回放吗 老师 可以看啊 你先加我们木质老师啊 就这个上面是给你们看的啊 对吧 木质老师那边有的啊 好吧 然后我们这个右键运行看一看 哎 看到没有 对吧 我们想要的数据内容啊 就拿到了 看没有 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啊 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啊 对不对 这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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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